今天我知道你是一名演员 也是一名制片人 在我们连线的华人嘉宾当中 应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位 我是在2014年的时候 到了美国 来到美国之后 参与了制片和主演了一部短片 叫做《童谣》 这部电影曾经拿过将近 北美将近20多个奖项 之后我又制片了一个 长篇的一个纪录片 在这边我有参演过 《忍者神归》 美国队长 但是都是比较小的角色 今年又参与了一部电影 叫做《 The Part You Lose》 你失去的部分 目前还没有在中国上映 OK 所以在之前其实是 有打算说怎么讲 贝斯在美国 然后在两边来回到 中美两地发展这样子 对对对 尤其是从去年开始 因为我在12月份的时候 接到了一个offer 就是一个女主角的一个电影 所以在12月份的时候 我飞回国去跟这家公司签约 所以你是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就曾经回过中国 是的 是的 我12月份回到中国签了约之后 因为这部电影计划 是在3到4月份左右开机 在国内开机 那我当时想的是在开机之前 因为会春节嘛 春节大家都回去过年 我就想回美国 过了春节之后 2月份大概2月中下旬 这样子飞回国去提前准备训练 然后开机 但是疫情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我刚刚落地 洛杉矶的第三天 国内就爆发了这个新冠病毒 这部戏现在是处于一个 什么样的状态 这部戏目前就是搁置的状态 当你收到片方的正式通知的时候 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吧 还是会有特殊的感受吧 其实是这样的 这部戏对我来说其实意义很大 因为过去这些年 我一直都在美国发展 前两年我更多的心思 也都放在制片这个领域上 所以其实从去年开始 我是下定决心想要回归影视 作为演员在敬佛面前 希望在未来的几年 再努一把力 所以这部电影上来就是说 希望我可以出演《女一号》 对我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 对我来说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它又与这个武术 或者是动作有关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题材 所以我确实心里有很大的压力 因为我并不知道接下来 由于疫情的原因 片方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在美国这边呢 就是怎么说呢 我留下来是一个 也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在我回来的那一个月里面 我还是会有接到面试的机会 然后会频繁的跟我的经纪人沟通 结果三月初开始 美国疫情也爆发了 美国这边影视剧组 影视公司 接二连三的关闭 包括我的经纪人 也开始居家办公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双重的打击 我相信就不光只是 在我一个人身上发生的事情 应该是在很多演员身上都在发生 美国的影视行业到目前为止 它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全部瘫痪吗 还是说是有一部分的影视制作 还在进行当中 我可以说应该80%的 甚至90%的影视作品 全部都暂停了 电影电视剧 像上个星期 就是三月初原计划要上映的几部电影 包括众所周知的《花木兰》 还有《007》《竞技之地》等等 这些好莱坞大片 现在全部都撤倒了 这是历史上好莱坞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就从来 应该上一次受这么大的重创 我前段时间看一篇文章说 还是在二战的时候 我的经纪人告诉我说 这个周末 整个电影院的票房 下跌了40%到50% 就相比去年 但是你要知道暂停 它并不是意味着说 你暂停了 暂停意味着 你每天要损失上百万美元的 这个费用 以及你后面再开机 就是说你继续再继续开拍的时候 这些演员还有没有档期 这些场地还租不租给你 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都在后面等着他们 已经拍完的 像《花木兰》这样的一些电影 那在很多人理解看来 如果说它没有能够按时上映 那么你就晚几个月上映就好了 对于这些电影来说 它们有什么样的影响 能不能具体 从业内人士的角度 给我们分析一下 首先呢 电影撤档 它会影响后面 所有电影的排片的布局 因为其他电影 因为好莱坞是一个流水线的 已经非常流水线了 已经产生了一个 非常完善的一个生态系统 所以按道理来说 后面的时间 即将要上映的电影 都有自己的排片期了 那如果现在的这几部电影 撤档了之后 它之后在什么时候再上映 这是一个未知数 这个是第一 第二呢 其实这些电影 在上映之前 已经花了大数额的 这个叫做宣发的费用 那么就相当于 很多宣发费用打水漂了 第三 好莱坞的电影 它跟中国情况不一样 是国产的电影 它如果出现 这个问题的话 应该只是针对于 整个中国 但是好莱坞的电影 它影响的是全世界 它影响的是全球的拍片 全球的票房 除了这部分已经拍完的电影 还有很多的电影 甚至刚才所说的 拍到一半 没有办法继续拍了 这部分的电影 那这部分电影 目前的解决方法 估计好 全世界都一样 可能就是你暂停拍摄 然后呢 你等到疫情结束之后 你再重新启动拍摄 但对于这些影视作品的拍摄 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首先先不说小成本的电影 好莱坞这些 包括漫威 包括华纳兄弟环球 这些影视公司制作的 两三亿美元的大规模的电影 基本上你每天开拍的 这个预算都是在上百万美元的 那就意味着就是说 你停拍一天 你就要损失上百万美元的 这个开销 场地的费用 保险的费用 还有设备的费用 即使是片酬 这个问题解决了 可是这些演员的档期 你不好说 包括你看前段时间 不管是好莱坞巨星 汤姆汉克斯 还有帮女郎这些演员 他们自己在拍摄的过程中 就已经受到感染了 那像汤姆汉克斯 现在正在拍的 拍到一半的电影 他没有办法再继续演了 那这个电影该怎么办 他又是主角 所以就是这些一系列的问题 每一个剧组 每一家影视公司 都有自己的困难 现在 就会有个人 不离开 这个集团 在全部的电影 便会有缩 应该做 也有钱 在这些地方